好了,新聞報道完了 多謝支持,後會有期,再見 去到離開那天 多謝支持後會有期完結後 回到網上看網友的反應 原來是他們的一些回憶 以及可能陪著人們成長 我在成大和中大都有搞說 在成大,我是學期尾 學生很好,送了一張很大張的感謝卡 其中一個學生寫說 其實我讀傳理,我已經對傳理沒有興趣 我打算轉系還是 我只是打算沒有什麼前景 或者我都沒有打算繼續讀下去 但上完你的課後 令我重現對傳播新聞的興趣 那一刻覺得滿動的 很欣賞現在年輕人的創意 尤其是我是讀傳媒的 我都會是,傳媒那方面是很鼓勵創意 我們的創意可能已經乾堂了 或者是框框 我們經常都說正不正堂 你不要以為他們現在不看新聞 或者不理時事 他們可以將一些時事 堅持在創意上 每天我都要提醒自己要突破框架 不一定說在框架裡面 你真的要去學一些新事 或者大膽嘗試 我堅持我one man band 我自己一個人做事 所以最後搜龍門那個是我自己 以往很多人幫忙搜龍門 我有總編輯、編輯 有採訪主任 我可以寫什麼應該寫 所以我一定要試過做搜龍門 所有東西過多個字 才可以去說服人 有些人會期望或期待我去做主持 可能就是一般正經 醫生你覺得怎樣 對,沒錯 不是這樣的 我們會多些我們自己的親身經驗 加入一些時事的效果 最重要是觀眾看的時候 不會太靈地 或者好像 我去看上課 正在上課 正在上課 講師 這樣 效果不太好 照射眼睛度 是會傷眼 但又可以做手術 幫助到一些人 你可以很輕鬆地接收到一些 很貼身的醫療資訊 我覺得這個都符合我的工作原則 還是很心癢癢去做以前的工作 但現在的環境很不同 現在百花齊放都很重要 除了傳統我以前做的傳媒之外 還有很多網媒 不像我以前 你真的一定要看我大台 你才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 反而是用不同的一個角度 不同的一個平台 我會繼續做我的傳媒 反而我現在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可以寫我自己的感受 是我的體會 我算是一個挺保守的人 我不會跟車太劫的 其實是要很警惕自己 還有以前讀書 經常都說要 critical thinking 那些叫什麼 批判思考 但是有一個前輩 也會神思明辨 我覺得這個 這個譯法是很好 所以我不會單方面去看 我通常都會是 很多角度去看 然後才下一個定論 或者取態 這個都是我一路以來做人的終止 大家好 歡迎收看開電視 FIT開有條路這個節目 我是新加盟的主持方建賢